亲爱的小朋友 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念唐诗 学普通话 春晓 春晓这首诗描写了春天早上的景色 和诗人联系花儿的心情 春天的早晨最好睡觉 不知不觉就天亮了 醒来的时候到处可以听见鸟儿的叫声 昨晚一夜的风雨 不知又落下多少花朵呢 田园诗人孟浩然 用处处文体鸟五个字 就引出了百鸟齐名万物更新的 美好春天的景象 春晓 梦浩然作诗 春眠不觉晓 处处文体鸟 夜来风雨声 花落之多少 春眠不觉晓 春眠不觉晓 夜来风雨声 花落之多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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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家都称它 大家都称它为诗仙 这首诗啊 描写诗人的床前 被月光照得一片银白色 还以为地面铺上了一层白色的霜雪 它抬头望见天空中 天空中的一轮明月 低头 就思念起自己的故书 就思念起自己的故乡了 静夜思 李白作诗 床前明月光 一世地上霜 举头望见天空中 举头望明月 低头思故乡 床 床前明月 床前明月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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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世地上霜 一世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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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举头思故乡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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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相思 红豆树又叫做相思籽 它生长在南方的广东 广西台湾等地方 春天的时候 它就会长出好多新枝芽 希望你再多点回去 因为红豆最能代表相思的情谊 作者王维是山西太原人 也是盛唐时期著名山水诗人 据说他很疼爱他的妻子 他的诗啊 有浓厚的田园气息和意境 相思 相思 王维作诗 红豆生南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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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春来发几枝 春来发几枝 冢豆生 愿民们 愿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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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愿军多采鞋 愿军多采鞋 此物最相思 此物最相思 永鹅 诺军 诺军王做这首诗的时候 只有七岁 据说有一次他在河边看到大人们在比赛做诗 他很想试一试 这时候 正好有一群大白鹅在河水里浮游 于是 以此为题 作了这首诗 他描写了孩子们眼中鹅的可爱形象 一只只白色的鹅 弯着井向着天在唱歌 雪白的羽毛浮在碧绿的水面上 红红的脚掌拨起清澈的水波 永鹅 永鹅 各冰王作诗 鹅 鹅 鹅 曲向向天歌 白毛浮绿水 红掌拨轻拨 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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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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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